有一對男女他們本來都很 很熱心公義啊 也都愛這個孕婦 他們結婚的時候 因為這個婆婆非常 她非常愛小孩 所以那兩夫妻結婚之後呢 這個婆婆都會到他們家房間 他們房間裡面垃圾桶去翻什麼 知道嗎 看看那個月室有沒有來 如果今天 如果有月室來的時候 怎樣 她就會在她面前 真衰 怎麼又沒有了 對不對 就這樣那個媳婦是多怎樣 壓力很大 然後過了每個禮拜 每個月都是這樣 那之後媳婦受不了 那婆婆說 你們以前不是婚前檢查嗎 你那個醫院一定有問題 換一家醫院 換一家醫院去檢查 那檢查也正常啊 那一定是你工作 你就雙心這樣 工作不行 辭掉 逼那個媳婦辭掉這工作 辭掉工作她專心在家裡 專心在家裡也沒有消息 那過了兩年之後 婆婆還是這樣 他們很痛苦 那有一天她的 這媳婦的朋友就打電話問這個媳婦說 欸 你們最近有洗的嗎 奇怪 沒有啊 你怎麼說我有洗 她說我看到你的先生跟這個婆婆 到醫院去 陪著一個大肚子的女生產檢 我以為那是你 她說不是 那不是你 結果她發現原來她的先生已經有小三 她知道這樣 她問她先生 那先生說 對 這是一小不小心的 那這時候婆婆就出現了 她說什麼 那這我要經孫啊 這她人家男生是 她不小心的嘛 那 就這樣 那你是不是就離婚 就逼這個 哇 好可憐喔 很慘啊 這不會很可憐啊 這很開心 趕快離開這個家庭啊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很好啊 其實我告訴你 看到是這樣 這個是 因為坦白講 這是個媽寶 所以其實她 她其實愛這個女孩子 可是媽媽在旁邊 一定要說 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另外一個 那 他們在猶豫 我以為是這個媽寶也沒有抗拒啊 就表示形容 在這個家裡也是蠻恐怖的 能因此而離開是不是好事啊 也許是這樣 可是故事就還沒有結束 她婆婆說 那這樣 房子給你 給你一棟小房子 給你一點錢 你要不要離婚 那一般人說 那如果是問常德 我要啊 要離嘛對不對 錢拿了再走嘛 結果她 她在考慮的時候 她突然發現 她懷孕了 那到底該怎麼辦 那很痛苦啊 就是要一輩的錢 因為有孩子嘛 沒有不是 很痛苦啊 所以這時候其實我們 碰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問律師 所以 這個 她問律師的時候 那律師要怎麼給她建議 其實我給她建議的話 第一個你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這個婚姻 如果你要這個婚姻的時候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離婚喔 為什麼 因為你的婆婆 其實是要孫子 又不是說 她對感情沒有興趣 你肚子有了 你就要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就有價值 有價值了嘛 你有料啦對不對 所以如果她 想要婚姻的時候 我就建議她 你馬上跟她 馬上跟她說 我有了 一般這種愛面子的婆婆 她不至於說 把 你兩邊都有 肚子都有 你不可能把媳婦趕走 去娶小三 那個面子掛不住 所以一定跟她講說 我有了 然後就 那開始就可以把小三趕走 趕走的時候 小孩子可以接收 可以接收 小三不接收 那簽下一些婚前協議書 就可以解決了